臺鐵公司繼日前招募 十新人員之後 近日預計呢 再招北區公讀生 來協助檢收票等業務 臺鐵產業公會質疑 去年不重視公司化後 人力流失 才會導致現在要招募 臨時人力 而且是帶頭低薪 臺鐵則是表示 不論是實新或是公讀生人力 都是公司去年 就規劃好的招募計畫 臨時人力是因新進人員 到位之前的短期需求 張務員忙著協助引導旅客 不一會兒閘門突然發出警示音 又得趕緊前往排除 將機台拆開仔細檢視 發現是有人悟頭前臂 導致當機 臺鐵站務員近期 因為公司化後 出現離退潮 人力開始吃緊 不知名員工透露 像是大車站票口 原本配置三人 現在縮減到一人 有內部員工在社群網站貼出招募訊息 北區營運處招募寒假公讀生 工作內容為協助檢售票 旅客向導 走動式服務 還有其他車站指派任務 上午六點到晚上十點間排班 實行為基本工資最低 這是台鐵公司元旦掛牌後 第二次招募臨時人力 台鐵產業工會抨擊 是沒有提前正式人力缺口 會有一個空窗期 是這個1月31號 申請優離退的人會全部離開 今年6月以前 我們相關的人員 正式的人力還沒到位以前 確實在我們的車長 副站長以及站務人員上面 正式人力 我們在工作上的壓力也會變大 產業工會分析 目前車長和副站長 都有至少15%人力缺口 必須抽調站務員 訓練後內生 可預見即將來臨的春節 書運第一線壓力極大 對此台鐵公司總經理 馮輝生說 不論是招募實行人員 或是工讀生 都是去年台鐵局時代 就已經擬定的整體招募計畫 馮輝生指出 目前台鐵公司優退率人數 約900多人 與預估相當 而目前雖然招募臨時人力 但關鍵基礎人力 並未有缺口 對於產業工會發起 依法修教連署 公司也將持續掌握狀況 記者旋靈間台報導